大家好,我是Stacy 相信大家都知道 赵庆现在和未来发展重新 便是赵庆新区 那么新区中有哪个楼盘 是大家绝对不容错过的呢? 答案就是华侨城 这是当区的一个大型发展项目 除了交通网络外 各项周边设施配套已非常成熟 有卡勒星球 有艳阳湖公园 厂里湖沙滩公园及湿地公园 就连医院也只相隔两条马路 赵庆华侨城绝对值得一起去看看 那么我们来到西部华侨城 赶宏位的展销车 我找了这里最好的美女 你和我们看一下 阿珊 我是华侨城珊珊 那么我们现在重点 就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区 新区这里18平方公里 温区西部华侨城是5.3平方公里 好厉害 其实现在这一片的话 是5.3平方公里 白清卯占了整个新区的五分之二的地块 是 五分之二的地块 都是华侨城的 我们现在锁上这个位置的话 首先它的交通路网是比较成熟的 因为现在看到这个新区的交通路网 已经是建设好了 是五环五重的一个交通路网 有我们的东进大道 吉庆大道 包括我们顶湖大道等等的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包括高速、轻轨 以及高铁都已经是有的了 三到五分钟之内开车 就可以到达高速 这条高速就有广佛少高速 二广高速 还有桂港高速 和珠三角环线高速 这里有几条高速 可以去到珠三角的任何一个城市 都是非常之方便 轻轨和高铁 现在都是这个绍兴东站 绍兴东站有轻轨的 轻轨站 直接去到佛山广州的火车站那边 这里过去的话大概四十五分钟 如果是乘高铁就更加近一点 如果是高铁 都是这个绍兴东站出发的 这个绍兴东站高铁的话 就由这个去到佛山 大概十五分钟 去到广州南大概三十分钟 去到深圳大概是一个小时 如果去到香港西九龙的话 大概最快是一个半小时 就可以到香港西九龙了 包括现在这个绍兴东站的话 其实来到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大概都是七百分钟左右 因为现在有一条路是未通的 如果通了之后就更加快一点 大概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 交通浪漫之外 现在周边的设施佩套 都是非常之成熟的 我们现在所在这里的位置 首先它的商业佩套 就有我们自身的一个后期的 一个岭林水街 卡路星球 这些是商业佩套来的 市政佩套柜就有三大公园 首先有燕容公园 三千四百五十毫的一个远洋湖公园 以及这个长里湖沙滩公园 以及湿地公园 三大公园包围着我们 纯水岸这个核心地块 以及这个长里湖沙滩公园 后面的一个商业佩套 就有这个五色级酒店 起雷登 包括现在168米高的一个景观塔 以及这个体育中心 18年审案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一个体育中心 包括平时有时的明星都会在这边 开影场会 或者逛年一个樱花会议 有部份的单位可以在家里 就可以看到这个体育中心的景观 可以明天在影场会 看看樱花的了 医院的话就相隔两条马路 这边开车过去不够五分钟 太厉害了 对了 不够五分钟就可以去到这个 中心三远这个 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万特广场 新的万特广场是今年开了 人山人海 那也是很近的 那这里八千毫当中分为四个板块去虚化 中间这里一千四百毫的 是作为一个文女的一个陪套 当中有733毫是这个卡路星球游乐场的 那也是将会打造成个越西地区 最大营一个高科技游乐场 也是邵兴首个高科技游乐场 那会有摩天轮 过山车等等的这些机动游戏 一个设施的 包括增加VR等等这些生命的游戏 这个是就业纲位高达三千日 已经冻间工了 这里预计的是明年会部分投入使用 二四年左右就会全面开放 除了这里733毫之外 我们这边有277毫的一个产业基地 这里也是卡路产业基地 主要是年轻人在这里创业办公的 一个死子楼 创业基地 是 比如说互联网、自媒体、电商等等 这些是高科技等等的产业在这里为主 都可以说是城市池 这边是423毫的商业街 以后有商场、超市、电影院、步行街 以及一个高级的企业会所 以及玩的地方有亲子的一个水滨公园 生体庙道以及一个音乐广场 这里是聚合了一个气壳玩乐 医食主行都可以在这里消费的一个高端的地方 这里将会打造全市最高端的商业综合体 这边是宿泊坊 宿泊坊分为4个宿泊坊 2200毫 一期的顺水岸 后期有燕湖半、天鹅堡、香参里 大概是18个小区左右 这边已经区发了 有我们一期的顺水岸 18个小区 顺水岸的一期分为沿岸的A区 湖岸的B区 以期就是我们溪岸 溪岸 三期就是我们天鹅堡 那边天鹅堡 四期就是我们应湖半 是的 现在卖的是我们二期的一个希岸 二期希岸是六栋高层阳房组成的 以及合院和别墅的连带 那现在是什么尺数呢 面试有98方、120方、137方、142方 168、107、189 有三房到六房都有 有没有装修的 有蒙修有蒙熙 有蒙熙 那我们现在来到就是D4栋的18楼 那我们现在是走廊的位置 那这边是电梯的位置 两个电梯 哪一梯 是两梯四户 两梯四户 那我们现在先提这个82方 120方 是 你和我现在住在这里差不多大 是的 那这个120方它是做到四房的 都是比较贴心的 是放鞋的 那里面可以放一些遮瑕 等等 可以形成一个对流 所以进来的话 通风 是很通风、很光线 是比较好的 是 雙羊腿对流 所以我们现在都比较好风 是 是 那首先我们出来看看景观 是 很漂亮 很漂亮 很美 搞错 都这么美 我真的没有来过 这个看了个景 晚上很美 因为晚上有舞台 有节目的 OK 每个都在起来的酒店 OK 那这个是湿地公园 OK 这个很旺盛湿地公园 是的 他一路一路一路就是长丽湖沙滩公园 激冰上海 可以看到长丽湖 是的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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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一条桥 直接可以去起雷登饮营早茶 之后再散步 我上星期才拿单车去做茶 那我们再看这个壶形 那现在这边的厅 就是一个三米六的客厅 是 因为它是总应值 才是八二个房间 是 因为做到四间房 是 所以这边又有一个老婆 是吗?四房 四房 四房 还有双主套 这边的副老台 前面的主阳腿也是一样的 是 那这边主要是看这边 看别墅的 互式互香的 一个嶺林风格的一个别墅群体 那更远一点 可以看到我们卡路星球 那这边就是厨房的位置 是, 厨房这边做了一个妖形的厨房 是, 其实三个人进来 都完全没问题 没有, 那个三个人 对, 空间也很大 因为这里是洗、切、煮之外 它这里放的地方都比较大 有它绝顾 就是方丈 是, 我喜欢 是, 这边基本上厨房三建套 都是交流标准 厨柜、吊柜 这边就是一个名窗的洗手间 这边是宫位 其实包括这个名窗 都可以看到这个 挺漂亮的 你就不要这么快 如果我在这里洗澡 我就不下窗了 看着整个都是厨房 对, 这个洗手间 基本上都是交流标准 是我们的一个 淋浴间和洗手盆 这边都是交流标准 我就想到你 包括厨房的景观 是 不单是厨房 一会儿 包括所有房间的景色都很漂亮 这个都漂亮 是, 这是我们第一间的一个客房 这个客房的景观 基本上可以看到厨房 好 而且窗面是够大 可以保证这里整间房 都是比较通风彩光的 好的 好, 那我们看第二间客房 这间客房是做到一个 刺主套的 这个有刺主套吗 是, 门后边 对了, 这里 又可以做多一套洗手巾 很乖 这个只是刺主套 我们还有一个主套 这间客房的问题 很大 这间客房的问题 很大 对了 真是一套房 对了, 而且你看这个空间 是比较大的 大主套是比较特别的 想到如果不想要做到四个房 这间客房可以做一个独立的大主套 这间客房 是打开 就是房里面有房 对了 房中房这样 这个不单是景观好之外 对了, 我很累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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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客房 这间客房可以做一个书房 因为这个景观比较好 就建议做主人房的一个书房 这个主人房的洗手间 其实三个洗手间都不小 都是比较大的 这间客房是低的 这间客房是低的 这个可以的 这间客房是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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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高的 没办法 是, 其实主人房 这间客房呢 为什么我们称得每间房 其实都很大 因为我们现在站的位置 大概有两个几房 这里是正送的 飘涌坏 这个飘涌坏已经扔掉了 所以空间就比较大 所以即使是8月份做到四房 它的房间也不小 这间客房是多少 这间客房 这间客房的话 大概是一百四十几万左右总价 四十几万 对, 一百四十几万左右 一个总价 明装修 是明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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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 刚才我们看的8月房 现在这边就是灵意会形 一百三十七方左右 是一个传统的飞机会形 其实进门口之前 这里有个正送的飘涌坏 已经可以看到这个长礼湖了 再进来这边就是 亲厅和客厅 中间这里就是以厅为主 两边就是房间 那我们先看看样子 有了, 很漂亮 这边就是影容湖和西江 现在天气有点阴天 如果天气好 看到清晰面就更加好 六米七的一个长露台 从客厅到客房 都是连在一起的 你可以去跑步也可以吗 是 打雨无球 打雨无球 这个厅就是四米一个可以监 那我们先看看厨房 好 这边的厨房 就是一个七自然的厨房 因为厨房也大了 所以厨房就犧牲了一点 这边是持主套 持主套 持主套 这个持主套 一样都有一个名窗 一个冠室奔推的洗手间 是 那这里的话 对出来就是阳台 是, 出奔老台 是, 出奔老台 那其实呢 这边的话 你放张… 是 是 每个床头都放在这边 可以看到这个影容户 是很漂亮的 是 而且整间房间的光线 是非常充足的 那这边就是一个宫位 是, 这边是宫位 是, 这边是宫位 都是望回长礼湖的 是, 那这边的话 都是正送一半名积的一个 阳光房 这个阳光房 可以做书房 衣帽间等等都可以 是, 备用的客房 是, 那这边的话 都是正送一半 可以看到这个长礼湖的景 是 所以的话 这边已经是两间房 已经有两个洗手间 是 是 那我们就看左边的 左边的话 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主人房套房 都是四个房 对, 都是四个房 那这边主人房套房 就比较大的 加上洗手间 总共大 接近是二十二个房 就是这些货 全部都是双 双主套 对, 双主套 是它的买点 那比较特色的话 这个户型的话 就是客厅两个主套 都是南向望回应用户 是 这边第四间客房 这间就比较传唐一点 这边就偏向于东南一点的位置 这里是比较适合老人家 比较安静 对, 这个位置就比较安静 是比较看一些园林 看一些古色古香的一个碧水裙 嗯 好, 这间又漂亮 总大多少 这间的大约接近一百六十几万 一百七十万左右 一百七十万左右 是的 好, 那我们看看最后一间 这个是对称的 有两间, 一百四十二的 一百四十二 对, 一百四十二到一百四十三 四房两位 对, 两间三位 两间三位 一样都是三位 好, 那么特别 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豪宅设计 对 对, 对 是, 进来这里的空间很大 它将飘窗已经扔掉了 但这个位置仍然是正宋的 哦 是的, 进来之前就已经可以望到 体育中心、祥利湖、水上乐园 都可以望到 很多时候, 横宅设计 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对流 但是这里可以 可以 这里因为我们有两个飘窗的位置 有窗可以形成一个南北对流 你是这边横厅的 好, 打横厅厅和厨房和横厅 对, 横厅, 是这边一台 这边横厅, 首先厨房开始 厨房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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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没有, 三个人, 四五个人都没问题 厨房也很大 是, 因为一样雨留在双门冰箱的位置 这边的七字形一个厨房 但是这里的空间比较大 还可以 是的, 这里就一样有一个生活阳台 对 形成一个对流 好 那餐厅这里呢 这个位置又多了一个飘窗位 所以这个餐厅房 将八人腿都没问题 八到十人都没问题 因为这里厨房很大 而且这里的楼梨玻璃呢 是 很大方 这个客户很大方 这个房间是正送一半面积的 是, 那我看你呢 也是介送一半面积的 但是这房间的景是超美的 是可以看到水上来源 是, 艺术公园, 长丽湖 还有看了中心景观 全部都看了 是, 这边这间客房 也是通往这个阳台的一个 是, 一个老台的位置 对, 老台不必出去 是 是, 这边就跟客厅一样 跟刚才那样 都看了两边景观 那边全都是权利湖 是, 都是六米七的一个大老台 可以看到影阳湖 权利湖 权利湖 都是双景观的 持主套的话 这个也是有洗手间的 也是在门后面 是, 在门后面有洗手间 大小一样吧 是, 差不多 是 那我们最后看了这间主人房 这间主人房一样很大 因为它也是打了飘窗的位置 打了飘窗 是, 打了飘窗的位置 所以这个飘窗的位置 我建议是床头也是放在这边 这样过来就可以无死角 看这个影阳湖 是, 看这个影阳湖 对, 看这个影阳湖 是, 看这个影阳湖 那我放多少斤 其实这套大概是一百七十多万左右 一百七十多万 是, 一百六十多万到一百七十多万左右 因为刚才我去这个行间我都不说 华潇城 其实我去过全中国华潇城 我看到有几万一平 我不知道有哪个华潇城的赤价 是比他便宜的 趕快到你去那一幕 王, 万一边 也是, 我看这个影阳湖 因为, 连随 :「你点误了吗 是, 我觉得